我媽以前跟我說,我生的那一天,我爸爸到中心診所 我是在忠孝東路四段的這個中心診所出生的 然後那天早上媽媽覺得肚子很痛 然後她就自己拎了那個卸貨包 然後就走路從忠孝東路的後巷走到診所 然後我大概中午的時候出生吧 然後爸爸好像到很晚的時候才來,就是下班時間才來看我 然後就說生了嗎?生了 男生女生,女生有十個腳趾頭嗎?有 十個手指頭嗎?有 有沒有唐氏症?看起來沒有 好,那沒有問題了,我要出差去了 我覺得應該說我成長的過程中跟爸爸相處的時間不多 可是我覺得在心理上面的那個連結是很強的 他打電話給我 我們大概你看那個手機時間 一分鐘之內都可以結束 喂,爸爸 嗯,好 對不起,回過 我現在 因為他抽到一號嘛 現在他打給我都說 喂,台灣No.1 你今天做什麼行程? 好,要回家嗎? 好,OK,好,沒事喔 好,拜拜 就是我爸爸的右手邊都會放一套餐具 左手邊會放一套餐具 右手邊是給我媽媽的 左手邊是給我奶奶的 他們兩個,我媽媽離開七年的那個碗筷 從來沒有被收掉過 過年也是留一個位子 那,我開玩笑的講 反而是我沒有碗筷 哈哈哈哈 因為我都公尺很長 不常回家吃飯 所以那個餐桌 有的時候他自己一個人用餐的話 你就會看到很大的一個圓桌 那,只有他一個人用餐 可是桌上的那個碗筷都一直留在那 因為我覺得 對家人的這樣子的一個 不是不僅僅是懷念 而是他是一個支撐 那這個支撐讓你在面對很多外界不同的 噪音或者是誘惑或者是抗性 你都可以很堅持的這樣子走下去 我爸爸他還有這個能力 還有這個精神 還有這個勇氣 想要為他的這個使命感 做一點什麼事情 那我當然是支持他 所以當他說終局之戰啊 或者是人家笑說啊 每四年就出來一次的年年有餘啊 或是處於一成不變的狀態啊 這樣子的一些說法 其實對我而言 我會覺得說他如果要選到90歲也沒問題啊 然後呢 我想請問他 多謝 當天 感谢观看